当 堪比上品法器一击的碧绿毒蛇钻 眼看就要钻入方吸额头 下一瞬 一道赤红色的光滑 忽然自方吸额头浮现 宛若一个头盔 毒脚钻到头盔之上 竟然发出一声大响 然后就被弹开 怎么可能 莫非他还藏了一件上品防御法器 但哪里还有法力催动 苗冬面色狂变 而这时 方吸脸上却浮现出一丝笑容 他轻贺一声 身形如同蛇蟒一般窜出 在水面上连点八步 就来到苗冬面前 密技 浑源无极 方吸抬手 刚气激大 宛若惊雷一般砸下 轰隆 金被熬惨叫一声 水罩炸开 变成漫天水汽 方吸去世不减 又是一拳 正中躲闪不及的苗冬额头 砰 此人的脑袋 顿时宛若西瓜一般炸裂开来 红的白的流了一地 思思 在方吸背后追逐的轻而悲鸣一声 同样失去了气息 就连方吸脚下的金被熬 也发出一声惨叫 瞬间死亡 玉兽师与妖兽缔结契约 一般都是奴役性质 一旦玉兽师死亡 契约的妖兽必然无幸 除非使用的不是血气 而是玉兽牌等手段 或者玉兽师主动解除契约 否则都是必死无疑 你以为我是炼气四层 却不知我都炼体三重 能敌炼气后期了呀 方吸感慨一声 开始打扫战场 金被熬与水老鸭 都是一阶下品妖兽 还有一阶中品的碧血蟒 也值不少零食 就是不太好再保船方室内出手 半空之中 金骄剑将黑爪压下 来到方吸手中 方吸看了看 发现这件中品法器的黑爪 已经伤痕累累 濒临报废 不由叹息一声 她的玄铁盾 也被碧血蟒一口 本命毒物腐蚀 表面变得坑坑洼洼 算是半废 若是没有尽想 这次亏大发了 方吸最后 从苗东身上 拿走一个储物袋 毁尸灭迹之后 提具起勉强恢复的一点法力 驾驭黑云都离去 万岛湖之中 岛屿星罗旗部 特别是没有灵气的荒岛 基本随处可见 方吸挑选一处 开辟了一个隐秘洞府 洞府中 她拿出苗东的储物袋 耗费不少时间 抹去其法力烙印 然后往地上一道 哗啦啦 一大批杂物浮现出来 除了一些衣物之外 主要就是大量瓶瓶罐罐 方吸查看一番 发现可能是那三头灵兽的食粮 除此之外 还有数十块零食 一些低阶符禄 其中还有一张兽皮 上面用写字描绘了许多符印 正是血气文书 看来 玉兽修饰也挺穷的 大概家当都砸到灵宠身上了 方吸有些感慨 其实那苗东实力当真不差 纵然遇到炼器七层修饰 靠着灵宠配合也能周旋一二 可惜碰到他势敌已弱 然后一步步被拖入陷阱 大量气血五道气息与外在特征 与南荒的体秀不同 极其容易被忽略过去 正好成为方吸的底牌 他看向最后的几枚玉检与书籍 一一翻阅 万岛湖地理智 好东西啊 金水宫 适合金水灵根修饰 金水相生 似乎比大陆货要好一点点 越国风物质 这我已经看过了 方吸看了几枚玉检 并未发现什么玉兽传承 不由略微失望 好在他也并非万事 都要尽善尽美之人 又随意翻开几本书册 偶得碧血舌卵 取名青儿 以百香蛇果 木灵液 搭配零食粉末 调制成灵液浸泡 一月出壳 二月 水老鸭贪嘴 叼回一尾果香里 放弃了清玉礼 罚其三日 不得食 在泛黄的书页之上 赫然记载了苗东 未养三头灵宠的记录 这是一本玉兽日志 虽然没有传承 但饲养三种类型灵兽的法门 大部分也在其中了 可以凑成一门残缺传承 方吸摸了摸下巴 又感觉不亏了 半月之后 方吸低调地上 这位先世大人 可要向导 又是一群本地土 诸围了上来 莫清衣也在其中 似乎根本不知道 苗东出世的事情 多少灵石 方吸一脸青涩 穿着修补过后 打着补丁的青涩发袍 一看就不是很有钱 一天只要一枚灵精 太贵了 不要不要 听到这里 方吸立即摇摇头 自顾自钻入方氏之中 哎 看来这位先世囊中羞涩 即日是做不成生意了 诸多向导纷纷哀叹 方氏内 一处茶楼 方吸来到这之前 莫清衣给他介绍的消息交流之地 进入茶楼之后 方吸点了一壶灵茶 望着茶盏之中 生腾的白雾 正正失神 在茶汤之中 一片片茶叶绽放灵光 化为一条条 五彩小鱼 正在嬉戏追逐 这灵茶蕴含灵气 也就一般 店家只能在滋味 与心旗上努力了 方吸如今已经 今非昔比 仔细检查一番 确认没什么问题 就米了一口 一条黑色小鱼消失不见 激荡的其他小鱼 游异得更快了 就在这时 只听隔壁一桌男女道 最近方氏不太平啊 据说已经失踪了数位道友 大概又是寇是双胸做的 那寇家兄弟本来有三人 后来不知怎么死了老妖 又在青竹山混不下去 跑到这里来 折腾我等 当真可恶 另外一位子脸大汉 似乎知道一些内情 愤恨道 方吸听了 第一反应是 不会是来找我报仇的吧 不过他很快回过神来 寇家三弟是司徒轻轻杀的 司徒轻轻也只知道自己 被一位陌生体修所救 跟他一个弱小穷困的灵笼 有什么关系 倒是最好不要光明正大的 拿出金胶剑来 还有那个三方储物袋 正好 我给方吸这个灵笼的人设 就是穷鬼 法器也准备换回青河剑来着 方吸想了想 发现这个身份没有破绽 便又自顾自低头 随意拨弄着那些灵气小鱼 一天听了不少八卦 加了几次泉水 直到茶盏中的小鱼 都变得模糊之时 方吸这才起身 来到一位盗袍老者面前 这老者头发花白 一抹山羊糊 梳理得一丝不苟 双眼炯炯有神 见到方吸过来 顿时笑道 这位道友想问何问题 在下对于方氏之 这位老道 赫然也是一位包打听 不过知道的密文 肯定比墨青衣那种 烦人多不少 也因此是要收费的 规矩我知道 去包间 点一壶上好的清明万语 方吸点点头 跟老道来到茶楼的包间 进入之后 外界声音顿时隔绝 显然是配备了隔音进制 这样的包间 使用一次起码要一块零食 但方吸看了看 所谓的清明万语 发现只是凡人所喝的茶水 嘴角顿时抽了抽 这花零食买的不是茶 而是消息情报 老朽朽木道人 不知这位小友想问何事 朽木道人客气地拱拱手 道友客气了 在下方吸只是一位 青竹山方式的玲珑罢了 方吸十分坦诚 又带着些肉疼地问 这次前来万岛湖 也只是想找一个清静之地 艰苦修行而已 不知道有可有介绍 原来道友 竟是为一心苦修之事 朽木老道略有些惊奇 问道道友可愿加入什么势力 不少家族与宗门 都长期招募玲珑的 不愿 在下着实不想再受约束了 方吸苦笑回答 那或者在方氏 等地长租一个洞府 朽木老道又提出一个建议 这个 在下其实想要一片大典的灵田 并且曾经当够了殿户 如今想当个地主 方吸说出自己内心想法 要种树吗 可不是需要一块大典的地皮 一大片灵田 地主朽木老道嘴角抽抽 有些明白了方吸的需求 原来道友想寻吴主的灵脉之地 甚至当个岛主 可惜 吴主领导数百年前十分常见 近十年来 却是很少听到有道友发现了 如此 倒真是可惜 方吸摇摇头 颇为遗憾的样子 道友也不需遗憾 龙鱼中士 偶尔会放出一些不入流灵脉的岛屿 给散修长租 总是个机会 或者一些领导上的道友 想要拉人入伙 也会开出丰厚条件 长期租赁大片灵地 都是有可能的 甚至还有 直接当上二岛主 三岛主的 若有意愿 道友可在此地留个信息 老道给道友留意着 多谢道长 方吸听了 心中一动 真心实意地道谢 又问 方氏之中 哪里有阵法可以售卖 在下想买一套守护洞府 龙门阁中就有 最高为一阶上品的云雾精雷阵 本方氏之中 也住着一位阵法师 兴许 只要付出足够代价 便能请动其出手 最高能布置一阶中品阵法 朽木老道笑咪咪道 至于二阶阵法 这跟二阶破禁服一般 都属于战略物资 不是大势力 根本没有交易的渠道 方氏又问了几个问题 最后将话题引到龙门阁的 筑基功法之上 朽木老道连连摇头 那些筑基先祖 怎么可能给我们散修真正的好功法 放出的那些法觉 大多威力平庸 甚至十分艰难 特别是那几本炼体法觉 大部分都是坑 号称修炼到极致 能堪比助基修士 实际上 其中关爱瓶颈颇多 大部分连炼体三重 都很难突破 它语气中带着苦涩 炼体消耗资源太多 与其消耗数百上千块零食 还未必能晋升炼体三重 不如直接攒着 去白泽仙城拍卖一枚铸鸡丹呢 白泽仙城 竟然还有铸鸡丹拍卖 不知售价几何 方兮眼睛一亮 几次大拍卖会中有过 底价三千零食 尚不封顶 更何况 买得到不算什么 拿稳了才是本事啊 朽木老道义有所指的回答 很显然 每一轮铸鸡丹的拍卖之后 必然伴随着鼠轮血雨腥风 只是想一想 便令人感觉不寒而栗 挺有一轮铸鸡的一轮铸鸡 空气汗 好啊 现在正常会见到这里